大家好,我是方姐,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睡到10点钟 天气还是可以 今天我们家的小客人一大早就走了 我没有起床送他,因为昨天 最近这几天因为都挺累的 然后他就走了 走的时候他让我老婆给他送到高速公路 他可以拦车 他是怎么样子 他是一种云游一样的 但是他可以通过打工 给人家打工换取钱 但是他所有的像通讯、手机、电子产品 是不允许带的 没有的 而且他到吃饭 还有他住宿 这些都是要靠 不要靠大家免费提供给他 他获取就是这样的食物 或者是什么的 他可以跟人家讲 我给你做点事情 然后你给我点吃的 或者他就到 到面包房 或者到别的地方去 问人家家里有没有地方给他住 吃饭有没有面包房给他吃的 他的那身衣服 大家就是懂这行的人 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做这个的 他每到一个城市的时候 他要找到他们的那个镇长 或者是城市长 他们到那里去敲张的 所以他说我已经去过很多很多地方 这个不是说我去过哪个地方 你嘴巴去说的 其实也很辛苦的 上就是这次他在我们家来嘛 他说前几天的时候他就没地方住 他就跑到农民那里过了一夜 就是在人家那个棚子那里睡了一夜 他不怕 就是怕人家知道他在那里住的嘛 所以他就很早就起来了 在人家还没有醒来的时候 他就很早就起来走了 你看大夏天的蚊虫啊 还有你看虽然这夏天热 但是他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 也反正晒的黑黑的 作为父母你先想看 谁家孩子不是一个宝贝 但是呢他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他是做这个酿造啤酒的 他喜欢那没有办法 三年零一天他就修成正果了 今天他又踏上了他的行程 我说希望你一切都很顺利 我说希望你下次可以再到我们家来 你想想看他就比我女儿大八岁 也还是一个孩子 在这里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欧洲的欧美国家的孩子成熟比较早 其实也不是的 要看每个人 那中国也有孩子成熟早的 也有成熟晚的 不一样的 每个家庭不一样 每个家庭教育不一样 还有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各个方面呢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走的时候 我老公他就上楼来 我说要不要给他点钱 一开始说 他说不要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孩子啊 他要刚开始做这个就是 三年零一天啊 这个云游啊 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给他钱了 然后这次呢 我说他虽然打工呢 挣了一点钱 你看毕竟也辛辛苦苦挣的 你说打工 他又还要继续自己的云游 他也不可能 不可能打了很多的钱 对吧 他还有其他地方的 也要用一点 对吧 你说也不可能 都是问人家 讨免费的东西 对吧 所以呢 我老公后来他又上楼来 他说 你的钱包在哪呢 他说我还给点钱给他吧 我也不知道他给了多少 心意嘛 小孩子不肯要的 我老公说你拿着吧 终归有钱 好办事 对吧 他拿着了 我老公给他送走了 后来我老公给我发了个信息 他说 我已经给他送到他要去的那个高速公路 他就是打孙风车嘛 是不用花钱的 就是孙代的那种 我是希望他一切顺利吧 我是下次再到我们家来做客啊 还是欢迎你的 从这次感觉这个孩子啊 就完全成熟了 他懂得很多事情 像一个男人啊 二十三岁了 我说我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都当妈妈了 所以他就说 但是我妈妈 还是把我当的宝贝儿子嘛 他弟兄两个 还有个弟弟 他比他弟弟将近大八岁 所以呢 我就说 也是一种历练吧 对吧 所以他说 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 他做他的爱好 也挺好的 我说我希望你一切都很顺利啊 在外面碰到好人 也不要让你没有地方住 也不要让你饿肚子 他说 我也希望是 但是 也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顺风顺水的 他说看得慢吧 对吧 天无绝人之路 慢慢 锻炼呗 钢铁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 现在又来看看我家的黄瓜 哎呦 可以了哈 这么大了 再过两天就可以吃了 小嫩嫩 我老公说 哎呀 种这个黄瓜我很喜欢啊 他说以前我妈妈也会种蔬菜 他说好久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蔬菜了 哎呀 虽然说 欧洲大农村 但是 他们还是没有像我们真正农村那么农村啊 西红柿估计要很早才能 这个果子才能 西红柿才能熟啊 西红柿才能熟啊 它长得太慢了 这个 看 太小了 慢慢来 昨天也给我的女朋友看了一下子 我种的黄瓜 因为她家也种黄瓜了 人家早就吃了 吃了几次了 我家这个才 才还没开始呢 要不是第一波 冻死了之后啊 我家这个黄瓜也早就吃了 这是第二波种的了 帅哥今天不是他走了吗 我赶紧把他楼上来 床被啊 被套给他拿下来 洗一洗 我的平板电脑也在他房间呢 要把拿下来 一口气上三楼 真的还有点累 楼梯有点抖 哎呦呦 这帅哥住的 做老公的楼梯里 呦 呦 帅哥都给我拆下来了 这个应该是他老妈叫的 他老妈上次住在我们家的时候也是的 因为凡在中楼里要洗的嘛 所以他帮你拆下来了 这一点还挺那个的 看我这个花都已经 水都已经放了 发黄了 平板电脑 帅哥都给你放了这 这个家具还不错啊 我老公给他穿的衣服 他放到这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赶紧拿下去 又下雨了 下雨也有个好处就是 所有的花都不用浇水 这样子视频里头还挺绿的啊 我老公上次做了个测试 这个地方这块就是绿的那个地方 他撒了一点点就是肥料 然后他看呢各种各样的肥料 他撒了有两种肥料 一边撒一种 他看哪种肥料好一点 不过这块的确是挺绿的 妈呀现在又是狂风暴雨 我听到什么声音 响了一下子 吓死我了 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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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风很大的雨 不过我的这些蔬菜花花草草很喜欢 看这天很恐怖 六点钟了 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上次和那个帅哥一起去买的这个肉 他帅哥又不吃肉 那我们今天我就把它烧了 明儿还得上班 我们家欧巴鬼子回来了 我们现在吃晚饭 今天烧了两菜一汤 我跟我老公讲 你结束吃素的日子了 是的 哎呀总算结束了 因为那个帅哥在我们家待了四天 又不能烧太大肉给他 因为他是无所谓 就是我们可以吃 但是那里再烧的话时间也不够 要炒菜炒很多嘛 吃素菜的 这个是红烧排骨 番茄平菇鸡蛋汤 青椒 还有这个红的甜椒炒 黄瓜 这里头有泡椒 这个就是泡椒很辣的 这个辣的 这个很辣 饭要吃好了 我已经吃好了 我老公早就吃好了 看他某人啃的 啃的六个排骨 还正好剩下一些 明天可以带去当工作餐吃 妈呀 这外头饭吃好了 刚才看见还有点出太阳了 然后结果呢 雨又下这么大 妈呀 又开始狂风暴雨了 这个天气怎么办呢 都说要保护环境保护环境 这两年因为疫情啊 飞机都很少飞了 污染也是挺少的呀 但是这个天气我没有 见到它变好呀 你看德国这里有发生水灾 中国的河南郑州也有水灾 你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 你看天气一弄的 我家衣服都是放上头来 底下再不弄的话 又收掉了我的衣服啊 看这个雨下的 门打开了看看 哎呀看看 这风好大 哎呀这些直辈都是开心的不得了 哈哈笑哈 喝个够吧你们 赶紧快点长大吧 刚才还出太阳呢 现在就变成这副模样 哎呀 不要为了那个天气 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现在打算把 该装的明天吃的饭给装起来 然后打扫一下厨房 今儿视频就到这了 好朋友们同学们 帅哥美女们 你们也要休息了吧 祝大家晚安 咱们明天见 拜拜